男人想凿开新屋的隔板扩大空间 结果里面却塞满了米 下一秒男人被吓得连连后退 墙里赫然出现一具干尸 不明就里的妻子过来查看 也被吓得盘子都拿不稳了 案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老探员赶往现场 经过了解得知 这栋房子的主人是卡尔夫妇 老头卡尔一年前去世了 妻子被送进了养老院里 探员注意到 巡尸犬异常活跃地围着房子跑 警察以为是没有其他尸体了 但敏锐的探员说 这表示屋子里面全都塞满了尸体 果不其然 他们在墙壁和地板中挖出很多具干尸 数了数一共有七具之多 显然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 探员带着他的专业团队赶往目的地 飞机上他们开始分析案情 首先从房子主人入手 很可能是夫妻协同作案 死者全部都是体型娇小的女性 或许这对夫妻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癖好 探员们首先去养老院询问卡尔妻子 但他只知道自顾自地缝衣服 压根不理问话的探员 从他那里暂时得不到什么有用信息 法医检查过尸体后表示 这些干尸时间很久远了 最长的一个有二十年之久 而且尸体都被精心处理过 凶手把他们脱水后再包裹起来 这样就不会散发异味了 同时警察在房子里找到一个木盒子 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随身小物件 一看就是凶手从受害者身上收集的战利品 法医从死者的牙齿判断 这些人都有吸毒迹象 多半是无业游民 或者是从事特殊行业的人 无人关心 不过警方在屋外的院子里又挖出两具尸体 和屋里的那七具不一样 这两个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年 凶手间隔这么多年再次犯案 实在是太奇怪了 法医再次发现一点 前七具尸体是中毒而死 没有被侵害的迹象 但后两名尸体生前被严重殴打 而且被活活做成木乃伊 是窒息而死 显然后者的作案手法更残忍 说明有两个不同的凶手 且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老太婆被推着走 眼睛却一直盯着桌上的叉子 等经过的时候 他突然拿起叉子 朝自己的脖子扎去 瞬间鲜血如注 众人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可惜再去医院的路上 阿婆死了 这更加确定了卡尔夫妇的嫌疑 他是想要隐藏什么秘密吗 还是因为背负太重的罪孽 才出此下策 警方怀疑卡尔老头是主谋 妻子是从犯 检索员还查到后两名受害者 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良家妇女 但失踪后却没有亲人报案 太奇怪了 疑点太多 探员们在房子里一通翻找 希望能找到什么线索 果然在一个隐秘处发现一达信件 都是那些受害者写下的 探员们推测这是一种控制的心理手段 凶手允许他们给家人写信报平安 但信中都提到卡尔夫妇对他们很好 像亲生女儿一样 这时卡尔妻子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显示他曾生育过 警方猜测后面两起案件的凶手 大概率是卡尔夫妇的儿子 然而警局里突然来了位女士 自称是卡尔夫妇的女儿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位女人还说 那些案件的凶手不可能是他爸妈 因为卡尔夫妇非常自闭 从不和陌生人说话 一生都在研究怎么逃离人群 怎么可能杀这么多人呢 因此女人从小没有朋友 16岁就离家出走了 另一边凶手再次作案 从背后偷袭了一位中年妇女 将她敲晕后塞进后背箱 等女人醒过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一间小黑屋里 凶手从外面走进来 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胖子 她努力地凿开地板 里面有很多储物格子 看来女人未来的命运不太乐观 警方那边也收到了女人失踪的消息 女人妹妹来报案 探员们再次紧张了起来 一定要在凶手动手之前找到她 这个凶手太奇怪了 在绑架的女人面前扑通跪下 两眼汪汪地祈求女人为她唱摇篮曲 女人一脸猛逼 但也只能瑟瑟发抖地唱 没想到胖男人躺进女人怀里 留下两行感动的热泪 不仅如此 胖男人做了一顿饭 但不是给女人吃的 而是让她喂给自己吃 更诡异的是 还要求她像哄小孩那样喂 女人只好一边喊着小飞棍来了 一边把饭喂进男人嘴里 警方这边 查到20年前的一件惨案 卡尔夫妇邻居一家三口都死了 丈夫杀死了妻子和15岁的儿子 然后开枪自杀 但警察通过调取以前的档案发现 丈夫的自杀现场是伪造的 很显然这场灭门惨案是他人所为 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奶瓶 15岁的儿子应该不需要这种东西 那么会是谁的呢 卡尔夫妇的女儿看到奶瓶后 立马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她在16岁时 意外怀上邻居家儿子的小孩 卡尔夫妇大为震惊 待女儿生下孩子后就把她软禁在家 防止她再出去乱跑 女儿带着儿子出逃 将儿子托付给邻居就走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正常 但她没想到父亲直接杀了邻居一家 并将外孙抢了过来 自从女儿走后 卡尔妻子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患上了重度抑郁 丈夫为了缓解妻子的心病 找来女儿的替代品 并将她们封进墙壁和地板 让她们永远留在妻子身边 外孙儿如木染 加上母亲的缺席 长大后也学外公残害女性 把她们做成干尸留在自己身边 那些受害者的信件中都提到池塘 在根据卡尔女儿提供的信息 很快锁定了凶手的藏身之地 探员们冲进木屋 胖男人丝毫没有反抗 但坚决不透露女人的位置 警察一边找一边喊她的名字 就听到地板下传来声音 撬开地板女人果然被藏在里面 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影片来自探案美剧犯罪心理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